红斑寻麻疹案例 前胸后背以及四肢 浑身搔痒特别难受 三 睡眠差 多梦 经常无法进入深睡状态 咽尿多 一般咽起三次 原始点调理细节 一 外热源 每天温敷十个小时以上 白天红豆袋温敷 晚上电热躺温敷 二 内热源 每天八十克干姜片 用四点五升水熬煮 熬煮三遍 三 饮食 平时饮食主要以平和热的食物为主 没有吃肉 没有吃寒凉食物 四 运动 每天运动两小时 原地跑步 快慢步走和拉筋 跳跃运动 爬楼梯等等 五 调理期间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愉悦 心态一天比一天更好 到11月30日为止 原始点调理第13天 症状完全消失 调理前 调理后 在中心调理的这段时间 以及没来中心调理之前 都是一有机会就观看张昭翰医师的视频讲座 本人对原始点的观念非常清晰 并深信不疑 调理过程中也百分之百配合 同时也在逐渐改变自己之前所有的不良习惯和心态 我认为学习原始点理论和落实原始点细节非常重要 感恩原始点创始人张昭翰医师的无私大爱 把原始点奉献给全人类 感恩原始点中心的每一位义工老师们 谢谢你们